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恐怖片《黑楼孤魂》 影片一开场 炮灰叔在弥留之际 把女儿小菊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中山庄 炮灰叔说咱俩二十多年的感情 那不交情了 他妈多年前就交了饭票 我这马上也要想一望一望到 孩子无依无靠今后就全指望你了 我给孩子留的那笔钱呢 估计能用到他上大学 如果真的不够的话 到时候我从那边再给你汇 中山庄说你再跟这儿啰哩啪嗦嗦的 可就赶不上开往地狱的班车 孩子我来照顾你就安心上路 这炮灰叔显然有点死不瞑目 刚闭上眼睛突然又睁开 一个回光反照 当时就把中山庄给吓尿了 这炮灰叔死了没多久啊 中山庄为了霸占炮灰叔家的财产 居然丧心病狂的把小菊给杀了 并且还伪造成是小菊自己上吊交道饭票 哎呀世上的人真千千万 就属这混蛋最王八蛋 而且从这孙子贤淑的手法上来看 绝对是一经常违法乱节的惯法 由于这件案子发生在特殊的年代 当时的公年法全都被砸烂 因此这凶手十几年来一直的消耀法外 转场之后 女主角大眼妹正在拍戏 录医师胡子哥说 这楼梯的声色不对啊 能不能找人再把楼梯给加工加回 导演鸡贼叔叔说哪有钱啊 一共就70万的预算 你跟大眼妹找别的地儿 随便录一段得了 随后胡子哥带着大眼妹 来到了自己所住的旧公寓楼录音 由于这幢楼已经到了风珠残年的阶段 马上就要扭着办 因此住在这里边的人呢 搬的都差不多了 愣头青因为嫌分给自己的新房门一脚 死活是不肯搬 林大白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 地位是一落千丈 连单位传达室的都不拿正眼看 他倒是想搬 可没一个人愿意给他帮忙 因此目前这个楼里 只剩下胡子哥 愣头青和林大白 仍在坚守阵地 两人在录音的时候 有特异功能的大眼妹 总感觉地鞋时 有一双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 搞得他是心烦意乱 胡子哥来到地下室 走进小区当年被吊死的家里 悬目了一圈啊 可什么也没发现 当他从里边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大眼妹早就撒子聊 这个时候 愣头青突然出现了 把胡子哥吓一跳 愣头青说 哥们儿啊 你刚搬来 有些情况可能不知道 那地下室里可是死过人呢 一到后半夜就有鬼叫 我之所以到现在还尿炕啊 就是这玩意闹 到了晚上 胡子哥在听录音回放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拿着设备 开始在楼道里下穴磨 这个时候 林德白突然在他背后 发出一阵阵的吻笑 当时就把他吓尿了 林德白说 甭跟着瞎球软 我遇事的门打不开了 你帮我去看吧 胡子哥说 您在这住了几十年了 曾经有人在地下室里自杀 这事您知道吗 林德白说知道 是一个叫小菊的14岁的女孩 胡子哥说 为什么呀 林德白说 那得去找阳王爷胆 他老人家对门行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大眼妹突然出现 林德白说 小菊的爹地炮灰叔 当年进了监狱之后 很多人找他娘娘的麻烦 他妈咪来求过我 让我舅舅炮灰叔 虽然我是个小兵党 但当时那个年月 我也是尼普萨过河自身难保 林德白正说着的时候 大眼妹利用特异功能 意外的看到 林德白当年 把小菊的母亲给强包了 这下可把大眼妹吓尿了 趁着胡子哥和林德白不注意 这姐妹虚晃一招仨子聊 回屋之后 胡子哥继续回放录音 这个时候 林德白的惨叫声 突然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把这哥们吓一跳 这林德白正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小菊阴魂不散出来捣乱 他首先利用超能力 把林德白吓尿 然后又让这老家伙叫了饭票 听到动静的 胡子哥和愣头青 来到楼梯口一看 发现林德白仰面朝天 已经进了鬼门关了 转过天 胡子哥跟大眼妹 来到小树林下流的 胡子哥说 在林德白死之前的几个小时 我就录到了他的残药 大眼妹说 这就是凶招 胡子哥说 那是多大号啊 大眼妹说 你甭胡说八道 这肯定是那个 被谋杀的冤魂 出来报复杀人 转场之后 爱好收藏的导演鸡贼叔 跟贩卖古董的 愣头青接上头了 这愣头青也过坏 他先拿出一个 真古董让鸡贼叔看 然后趁着鸡贼叔 点钱的时候 再来一调包几 他用这招可骗了不少人 而且屡事不爽 为了查清小菊的死因 虽然有一点 但那个年月 公演法都被砸烂了 谁还有心思判案 导演鸡贼叔 正在给大眼妹说戏的时候 大眼妹利用特异功能 看到小菊当年 竟然是被鸡贼叔给杀的 随后大眼妹 就把这件事给胡子哥说 不过巧的是 他俩的对话 刚好被导演鸡贼叔给听讲 由于有个演员临时来不了 于是胡子哥就把 愣头青介绍给了鸡贼叔 鸡贼叔说 那孙子会演戏吗 你先拿张照片让我看 胡子哥来到愣头青 家拿照片 看到照片上 有一尊黄金的佛像 胡子哥说 这玩意哪弄的 愣头青是顾左右而掩插 说自打有了这方向 哥们可就发了 原来这尊佛像 正是愣头青 当年从小菊家里偷的 胡子哥来到拍摄现场 把愣头青的照片 递给了鸡贼叔 鸡贼叔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说这孙子骗了我2000块钱 我可跟他没玩 愣头青穿的人母狗样 正准备去片场试镜的时候 小菊的鬼魂利用超能力 把这孙子供应到了地下室 左等不来 右等也不来 这胡子哥只好回家去找愣头青 他到家打开录音设备一听 愣头青杀猪般的惨叫 从耳机里就传了出来 此时胡子哥意识到 愣头青很可能大事无妙 他拿着设备来到地下室 开始给鬼做思想工作上他课 说小菊啊 这是个法治的社会 你不能再乱杀人 你一定要相信法律 报仇也得走正规的程序 首先你得帮我找到 鸡贼叔杀你的证据 然后再让人民警察把他给毙了 我把设备就先放那 你有什么苦水就往外倒 哥给你做主 随后胡子哥来到了楼梯口 突然看到愣头青已经疯了 这个时候导演 鸡贼叔夹着个包走进来 鸡贼叔一看到愣头青 这签就不打一出来 说你这个王八蛋 你知道八十年代 两千块钱什么概念 那金佛呢 麻烈的给我交出 可此时的愣头青 精神已经彻底崩溃 你跟他说什么都还听不懂 胡子哥说 小菊阴魂不散的 你再不滚蛋 马上就要领口汗 鸡贼叔一听的心就去了 急忙夹着包仨子聊 小菊一看 胡子哥把杀害自己的凶手 给放走 那能不来气 猛的一发功 当时就把胡子哥给弄摸 大眼妹骑着自行车 来到胡子哥家一看呢 急忙打电话 把先让人送进了医院 导演鸡贼叔的电影终于上映 并且还获了奖 接受完记者的采访 这哥们坐着车刚准备回家 就被小菊利用超能力给杀了 影片的最后 为了破除封建迷信 传播正能量 导演把之前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归结于是精神病人的想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建国之后别成精 不然有嘴说不清 片子一旦不过神 赔了夫人又惹病了